我们今年初步有几个棚要种植田瓜 相信咱们很多种植田瓜的朋友 面对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田瓜做瓜以后 在棚果这个时间段 往往会出现一些青枯病 包括枯荒尾病 这个可以说是既有争菌性病害 也就是土传性的 也有细菌性的病害 最直接的原因 对瓜里来讲 这个虫草问题是特别难解决的 这就需要我们是每年去进行一个闷棚处理 但是有一些咱们农户 就是说每年这个时间段上 它闷棚这个时间的错不开 假如说咱们这部农户 就是没有去进行闷棚 应该怎么样去调理杀灭土传的一些病菌 比如说像土传的针菌性病害 这样的一种情况 首先就是说咱们在做抵肥的时候 建议咱们农户可以先去浇一水 悬更之前的三到四天 可以先浇一水 那么这次浇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一些 绿锈抑菌尿 或者是绿锈抑菌尿酸 或者是新菌塑素酸 那么对这两种来说呢 基本上真菌类的 包括细菌类的 都可以去杀灭 怎么样用法呢 基本上就是说 一个棚一亩地 可以去充施四斤 这样的绿锈鼻青药酸 如果是新菌塑的话 建议一亩地的一个棚 您充施两斤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很好地去杀灭土传的一些病菌 大家好 我是孟琪 你们猜猜这种的是啥 看在我身后 这一片几十亩地啊 知道种的是啥吗 说出来可能你都不信 这里边种的竟然是玉米 前两天我还在好奇啊 这家人种玉米 他们连这个笼都不起了吗 那交地怎么办 直接这一整片搭水满灌过去吗 今天就告诉我答案了 大家看这个是啥 看这个印记就知道这个是地管带 在他们这个地头 还有一节剩余不要的 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大鹏用的比较多 第一次见大田作物用这种地管带的 有点奢侈了 你看几十亩地全铺上这个地管带 不过你不得不说人家这个想法也是不错的呀 你想想看就像这种地管带的话 一亩地也就是百十块左右吧 并且可以用好几年的时间啊 再一个 这种东西浇水是比较快的呀 也很方便 如果说你像这个传统的浇水 你需要大水漫灌一下 把这个土壤里边全部给它浇透了 才能流到这个座物上面去 但是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了呀 可以节水二分之一 甚至说还要更高 再一个这样试肥的话可能也会更加精准一些 同样这个人工成本也省了很多 你看以前浇水的时候最少需要两个人 现在的话一个人就可以了 水管一开 就不用怎么管了 浇水也是比较快的 这样的话你要这样一算的话成本会稍微多一点 但是相差也不是太大 感觉还是比较适合这个大面积去种植的呀 尤其像现在这个人工成本用那么高 当然了这家种的可不是普通的玉米啊 它种的是那种年玉米 这个经济价值呢要比普通玉米要高一些 现在农业发展呢还是比较快的呀 像这种新的农业设备 会逐渐走步这个各家各户的 还是蛮期待它今年这个收益的 如果说这个方法可行的话又能赚到钱 估计以后可能这个效法的人比较多吧 毕竟省事比较简单 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呢我们又见面了 这期我们聊一聊啊 关于玉米上种一剂的一些使用方法 有些农户会问 现在购买到的玉米种子 因为大部分都是丹链波 比较多比较常见 而这些丹链波呢 基本上已经在出厂的时候 厂家这个染上颜色了 就是说厂家所谓的宣称的 已经用过种一剂了 那么我们农户啊 在进行播种的时候啊 这个玉米呢 到底还能不能够去进行一个二次半种呢 那么根据种子市场 这个情况来看呢 这个成本呢是逐年的在增加 所以说呢 厂家他为了这个控制一个成本 这个种子所使用的一些种一剂 一般的都是很便宜的 这就要求呢 我们农户呢 在种这个玉米种子的时候 是可以去进行二次种子处理的 那么这个配方上 如果说你单独的就是为了防止地压害虫 我建议呢 咱们农户呢 可以去选用一些这个 呃 塞虫禽和这个 绿虫本甲鲜弯复配的啊 制剂啊 像这一样的类型 如果说玉米上呢 就是为了想防止一些病害的 那么你可以去选用一些这个 这个本甲饼环座的啊 或者说是笔座米菌纸 这一类的一些配方啊 去进行 如果说是单独为了 呃 就是一些像营养类的 那你呢 可以去使用一些微量元素啊 去进行种子处理 即可 建议咱们农户啊 在播种之前 一周 可以提前的对玉米种子进行 啊 这个包衣处理 包衣处理完以后呢 摊开晾干 然后呢再放置到 这个同期性良好的 这个塑料袋里面啊 既可以 呃 有些农户呢 这个在使用种一剂啊 处理过以后呢 下种的时候啊 尤其是单烈锅 会造成一些圈面断笼的 一些情况 就是说不下种子 种子的普遍的发射 这个怎么样处理呢 建议咱们农户 在下种子的时候呢 稍微加入一点 花式粉即可 花式粉基本上当地呢 都可以买到 春耕开始咯 农户都开始动起来了 我后面这块地呢 是在我们农场的一个邻居 它承包了有一百多亩地啊 人家那个种植方案非常好 有很多农业技术知识啊 来源于农民 来源于农户啊 不这些东西 不是说课本能学到的 你好比这个农户 他们在现在种的是 墨玉米啊 春天种的墨玉米 覆盖地膜去种植 但是呢 人家覆盖地膜的情况下啊 采用的是双那个宽航的去种植 为什么要采用宽航种植呢 是因为等他们这个 糯玉米 鲜玉米开始上市的时候 这时候他们在下边 也就是那个 两行玉米之间的笼里面 去种豆角 去种豆角 然后豆角呢 会顺着这个玉米杆 往上爬 省去了人工搭架 并且可以有效地降温招音 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 是值得进行推广的 你算一算啊 这通过养制一百多亩豆角 如果咱们不说其他的 就简单地搭这个 豆角架子 你需要花为多少人工啊 但是人家就利用了上一茬 春玉米宽航 这个春玉米的玉米杆 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并且还多收了一茬玉米 有一个种植物 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高产玉米的品种 想了半天呢 借着这个机会 给我们很多朋友讲一下 我们在选购玉米品种时候 一些误区 避免有时候给自己种植这会儿 造成一些影响吧 我们想一下 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都是想要自己的玉米要增产 要高产 往往就把这个特定品种 作为一个首要的一个选择了 那么你的心态 是想要一个高产的品种 那么你在买种子的时候 那经销商很多时候 就会利用农户这种行李 而去给农户推荐 以高产作为一个由头的 玉米品种的一个介绍 在这种情况下 往往就忽略了很多问题 好比说实应性问题 我们都知道玉米不是说 你任何一个玉米品种 全国各地都可以去种植的 它是在某一个地区 可能产量非常高 但是如果你换到一个 另外一个区域的话 产量的话 说不定很差了 再一个呢 抗性问题 现在有些玉米品种 抗性这块做的并不是很好 特别有些高产的品种 你包括就是我们种植户 包括一些经销商 往往就在这块忽略了 好比说我们常见的玉米的 大小叶斑病 是吧 还有那个死黑碎病 玉米常见的病害 包括绣病 往往就把这块忽略掉了 如果你这个品种不抗这种病害 当年这种病害大爆发 那么你的损失将会很严重 所以说我们种植户 在选玉米品种的时候 一定要去查看 它的实际地区 抗病性情况 在这样的基础上去选择 增产潜力比较大的品种 这样的话比较好